今天我与丁姊妹所分享的 根据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里面 与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 有盼望的家庭生活 或者说有盼望的婚姻生活 我们知道彼得前书 他是彼得写给撒居在罗马无神的 这些基督徒的一封信 这些基督徒正在经历着水深火热的逼迫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不仅仅鼓励他们 在活一段试炼里面 你要保持信心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仰望基督保持盼望 但是很显然彼得的信息也是非常落地的 他会从生活的角度 与弟兄姐妹来分享 无论在社会关系里面 或者在婚姻家庭当中 你都应该保持着盼望 所以在这里面特别的强调 当彼得在与讲述婚姻关系道理的时候 当时的收信者 当时的信徒 他正在承受的极大的逼迫和压力 他们的家人 他们自己 他们个人的信心上 都在遭受的极大的压力 所以可能有人会在压力里面 关系会更加的紧张 更加的冷漠 有人可能会对这种关系的处理 是相当绝望的 但是彼得在这里面却给予了一个 非常有温度的劝勉 我一定只能所分享的 以下几点 是首先第一个方面 就是家庭关系是一个相互性的关系 所以在彼得前述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里面 你可以看到第一到第六节里面 彼得强调家庭关系当中 你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而第七节的经文里面 彼得告诉做丈夫的 你要按情侣与妻子同住 并且做丈夫的要敬重自己的妻子 虽然有人说这个不公平 对妻子的教导花了六节的经文 对丈夫的教导只花一节的经文 但是即使是一节的经文 它里面包含了基督教伦理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精髓 就是一个爱心互惠的 一个相互伦理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双方都要为彼此负责任的 这幅相互的伦理是强调平等而互惠的 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的话 无论在以佛所的书信里面 或者在哥罗西的书信当中 他都有如此的这种互惠伦理的一种教导 当论及奴隶的责任的时候 他必定一定会提起这些奴隶主们 你们应该怎么做 当论及这个儿女的责任的时候 也一定会论及你们做父母的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也是如此 如果一方只享受特权 而另一方面只是承担责任的话 那么这样的婚姻一定是不美满的 因此有盼望的婚姻必须是一个 两方面都应该为彼此承担责任 这样的基础上的 你知道吗 这个观念我们在现代 大家就觉得很正常的 很应该的 但是在古代的世界里面 无论是在西方或者在东方 这种的演说 这种的一个伦理要求 都是空前的 你知道吗 犹太律法里面 认为妇女只是一个物件来的 她是被这个丈夫所拥有的 就像她所拥有的牛和羊 也没有什么区别的 她不能够用任何的理由 离开自己的丈夫 而自己的丈夫却随时可以将她离弃 在希腊的文化来说 妇女的天职是什么 就是管理家务 顺从丈夫 什么是邪德妇人 跟中国也很像的 就是尽量扫看 尽量扫听 尽量扫问 这是邪德的妻子 她没有独立的成分 没有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 甚至没有自己的东西 她的丈夫如果要退房陪家务的话 随时就可以把她给理掉了 而当时的罗马法律也是如此 所以妇女没有基本的权利 所以在律法的框架之下 她在家里面是从妇的 是个父亲的一个 父亲拥有这个管理权 生杀权 如果出嫁的话是从妇的 丈夫拥有绝对的权柄 当时罗马有一个智者 他说了一句话 当他唐吉丈夫的一个特权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的妻子不忠的话 如果被你捉奸的话 或者是怎样的 你不需要经过一个审问 你就可以处决他 但是如果他发现 你有通奸的话 他说无所谓 他奈何不了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没有权利 没有法律 他说的权利是法律上的依据 他说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可以让他控告你 你知道吗 这就是当时罗马的道德原则 做妻子的只有承担义务的份 当时做丈夫的却大享权利 但是基督教保罗在这里面 或者彼得在这里面 他所看重的是双方的一个义务 所以家庭当中的夫妇 是一个相互性的一种关系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提到 那两夫妻需要承担 互惠的一种责任 首先呢 做妻子的是什么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第一到第七节的经文 所告诉 第六节的经文所告诉我们 其实关于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句话 一推出了一些当代的女权主义者 是最反感的一个教导 但是你知道吗 这却是圣经里面 屡次提到的教导 保罗 他在哥罗西书 以佛所书里面都有提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和提摩泰前书里面 所以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说明 男人应该是女人的头 并且呢 类比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需要顺服基督 所以做妻子的呢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但是呢 互相复性的 第七节的经文 就会告诉我们 彼得怎么强调 做丈夫的要怎么样 敬重自己的妻子 所以第七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七节的生文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呢 要敬重他 这个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呢 可以直接翻译为 按知识 或者按理性 或者按理解 与妻子同住 所以这个词呢 可以表达 做丈夫的 你要按照真理的知识 对待自己的妻子 但是这个词 也可以另外一种表达 是什么呢 你要做丈夫的 用理解的心 和妻子同住 总而言之呢 彼得要表达的是 做丈夫的 要了解 并且提恤 自己在属灵 情感 和生理上的需要 所以彼得接着就会说 做丈夫的 要敬重自己的妻子 这个敬重这一个词呢 它是宝贵 或者尊贵的价值的意思 所以做丈夫的 应该珍惜妻子的宝贵 视他为贵重的价值 一个按真理 知识生活的人 他不应该对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的妻子 做出俸怒或者抵意的反应 更不应该以暴力 或者言语的伤害 对待自己的妻子 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保罗在这里面 彼得在这里面 保罗 我说他是保罗 对不起 他更是强调 你需要用舍己的爱 去爱自己的妻子 要学习 随时为自己的妻子舍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其实这方面的信息 会很多 圣经有很多 我不能够在这里面展开讲 我只想说的是 男人是头 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观念并不是在支持男权主义 做丈夫的光是光着的是什么 是关怀而不是控制 是负责任而不是广制 所以在这里面基本上 我有一个原则 作为一个顺服方面的原则的话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的是 圣经里面交到顺服的时候 都是以顺服神这个真理 作为大前提的 如果违背了顺服上帝 无论是做丈夫妻子的 违背了这个真理的话 任何的人都是可以反抗的 第二 圣经里面的顺服 也不是说男女在地位上 是不平等的 事实上圣经会用 从多重的一个角度 来分析男女是平等的 而这里面的男女顺服 或者说男人是女人的头 是从男女差异 或者从创造论的次序上来说的 所以有人非常正确的指数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当两个人骑在一匹马上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人在前 有一个人在后 所以婚姻当中两个人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是很正常的 第三我想说的是 圣经里面的顺服 并不是说做丈夫的 可以广辖 辖制自己的妻子 男人是女人的头 带头的不是装断 或者独裁 而是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 去行使神圣的爱的力量 那第四呢 我想说的是 在圣经里面强调 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 注意啊 顺服自己的丈夫 而不是一般的男人 所以在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 也并没有表现出 女人一定要顺服一般男人的权柄 只有在两个领域里面 圣经说的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教会里面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两个领域以外 妇女是可以施行领导权的 无论在政治上 或者在教育 或者在商业领域里面 都应该支持妇女的领导权 因为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充斥的 妇女做杰出领导人的一个例子 包括米利安 包括迪布拉 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姐妹 有做女市长的 女CEO的 或者甚至做女总统的 我们都应该支持 各位亲爱的丁子妹们 我想说的是 正是基督徒的这种的婚姻伦理 是建立在互相的一个伦理上 相互的一个伦理上 所以进入婚姻的人 无论是妻子或者是丈夫 并不是顺服和顺服对象的关系 不是建立在一方去爱 另一方被爱的关系里面 而是建立在双方为对方负责 一种付出爱和付出顺服的关系里面 所以是一种相互性的良性的互度里面 所经历的 可以经历的 一次一次的亲密的经历的关系当中 所以一个有盼望的婚姻家庭 使所有的家庭成员里面 都愿意在互动良好的关系当中 各自承担上帝所赐下的责任 用心去经营 并且让彼此享受到 家庭里面的爱和温暖的关系 这是我所分享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我想说的是 家庭关系是一个 彼此建造的一种关系 那你知道在家庭里面的夫妇 不仅仅有彼此承担责任的 一个关系 而且在彼此承担这个责任的过程里面 你要想到的是 为对方去建造 是让对方带来祝福的 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接下来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这样若有不幸从这道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里面的这样 是一个目的性的一个连坚持 也就是说 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不幸的丈夫 因此被妻子的品格感化过来 这里的道理不一定是神的话 不只是神的话 而是一套圣经标准 也就是说 不幸从道理就是这个 不以他的生活方式 不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这个生活方式与福音相违背的 是不合上帝所设立的一种标准的 比较说 这样的丈夫也可以被妻子 这种好行为 这种顺服而被感化过来 如果说非基督徒的丈夫 都会因为这个妻子的品格 被感化过来的话 那么基督徒的丈夫 更会因为妻子的品格 品行而得祝福 而得造就 也就是说 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丈夫 是让她能够因你的顺服 得到祝福 得到造就 那第七节呢 说到丈夫对妻子责任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理由是什么 因为她比你怎么样 软弱 所以要敬重她 这里面这个软弱 不只是自力上 或者才能上的软弱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我们中间的姐妹们 这个智商情商 或者才能都是非常高的 也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软弱 我们一看向她 甚至其实你知道吗 姐妹的承受痛的能力 会比弟兄要高很多 甚至姐妹的心脏病发病率 比弟兄要少很多 而且这个寿命上 也会更长一点 其实这里面的软弱 可以是一种生理力量上的 或者说情感承受压力上的软弱 那彼得在这里面的意思 做丈夫的 不可利用自己的妻子的软弱 来欺怒他们 丈夫不仅仅不能够 自私地浪用自己的领导权 反而应该怎么样 敬重自己的妻子 以自己的妻子为尊贵 为宝贵的 要包容和鼓励自己的妻子 用通达合理和爱心 去对付自己的 对待自己的妻子 接下来彼得又加上一句话 这样的话 你们的祷告就没有阻碍了 也就是说如果按情理 和敬重自己的妻子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有效的 祷告生活 有一句话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 他说被伤害的妻子的哭泣 是她的丈夫的祈祷 与上帝之间的组格 反过来如果两夫妻 有美好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上帝 与上帝的关系 也更加的美好 如果与上帝关系美好 是一种祝福的话 亲爱的弟子妹们 所以如果 如果两夫妻相处 为对方着想 就是一个带来祝福的 所以我们在 结婚婚姻里面 常常会有一句话 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想为对方 希望对方改变 为了你改变 后来发现 这个怎么样 太不容易了 后来发现一刀 元素说的 过了很多年之后 发现自己都不改变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其实基督徒 对婚姻的认知 并不是传统的一种婚姻观 或者认为 婚姻是建立在经济上 作为考量的一个重要基础 也不是现代的一些 一些的婚姻观 他们认为 只要你寻找到 生命当中的白雪公子 或者白毛王子 从此就能够过上 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美国有一个 很著名的神学家 斯坦利 史坦利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在一本书里面说 如果你认为婚姻 主要是使人 个人得到满足的 一个组织的话 他说这样的认知 是对婚姻 是有杀伤力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有盼望的婚姻是什么 就是夫妻能够为对方所思考 他所思考的不是自己能够得到多少 而是思考如何改变自己 能够让对方得到更多的祝福 所以婚姻最主要的挑战 就是我们如何学习去爱 去关怀那个已经和你结婚了的陌生人 所以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顺服 尊重 或者舍弃的爱 都是在帮我们去建造彼此 所以在婚姻里面 是一个让我们训练 属灵品格的学校 这是马丁路德说的 他说婚姻是培养 属灵品格的学校 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 互得造就 这个造就 也包括了在品格上的成长 我参加过一次的婚礼 一位主理的牧师 在封其养妻子和丈夫的时候 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说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什么呢 就顺服自己的丈夫 帮助丈夫完成爱妻子的责任 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帮助丈夫来完成爱妻子的责任 是的 基督徒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帮助她 用你的顺服来改变她 而基督徒的丈夫 要按情理提恤自己的妻子 了解妻子的情绪 感受需求恐惧和期待 用心去聆听自己的妻子 刚刚说的这句话 按情理从做到处有两个方面 记不记得 一个是按真理 一个是什么样 按理解 我告诉你 这两方面是最很不容易调和的 我常常自己在这方面不够 我们太会按真理去 对待自己的妻子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但是却不懂她的情理 了解她的情绪状况 所以后来常常产生 应该是什么呢 我太太说的 你总是有本事 把本来是外部的矛盾变成内部的矛盾 本来一件事情是客观的 我们评论第三方的事情 后来聊了 我们太过理性 不照顾她的情绪的话 后来变成怎么样 离跟她的关系的一个矛盾了 各位亲爱的女生姊妹 所以按情理 取妻子同住 圣经里面所表达的 不仅仅按客观的真理 而且是要怎么样 一种理解同理性这样的叙事 所以有盼望的家庭是什么 就是用爱和顺服 一起来编织家庭的保护网 那第三 第三跟第四点呢 我在PPT上 我今天用了三点 但是我知道大根里面是 我用四点 大根里面用三点 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 我只不把第三点分为两个 层次依序来分享 第三是什么 家庭关系是讲究内在的 这是第三到第六节里面 经文所告诉我们 在经营自己的家庭和婚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是一起对抗 外界来的试探和诱惑 你知道我刚刚说的 明星的离婚率 就比较高的一个群体 事实上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 跟我们实在不一样 他们的试探和诱惑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你知道因为他明星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的结婚或者离婚 可能也会影响到别人的 特别是一些粉丝们的 这个婚姻观 刚刚前面说的这个明星 你知道大开始 很多人以为他们是 模范明星来的 特别是中间那个 大S跟那个福元爱 他们曾经参加过一个 大陆的一个综艺节目 叫做幸福三重奏 也就是说三对夫妻的真人秀 秀他们的恩爱生活 住在一起完了呢在拍 后来呢今年呢有两对离婚了 那王力宏更是如此 你知道当他爆出这个离婚的时候啊 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很多人 哎呦心碎了 为什么他们以为这些人 你知道王 他们有完美的人设 就是 什么叫人设 就是他的形象的一个设计啊 都是很完美的 后来发现他其实给他爆出来 很多的一些不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可思议 就会有人问 我们还相信婚姻吗 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说 这些新闻就产生了 对婚姻可能一种负面的 一种价值观 也因此在婚姻里面 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 是何等的重要 特别是在当时的罗马 生活跟现在是非常相似的 也是非常腐败的 所以世间里面就充满着 错误的价值观 因此呢 所以圣经会告诉我们 第二到第六节的经文 会告诉我们怎么说 当彼得说做妻子的 要用品行来 把自己不幸的丈夫 感化过来的时候 下面就开始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做妻子的 更应该抗重 真结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那这个真结呢是 不仅仅是从一耳中的一种真结 更是一种表达一种品德来的 新一本翻译成这个纯洁的生活 那这个敬畏的心 当然是指对上帝的一种敬畏 所以接着呢 彼得又做了一个对比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 这个边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 伪装饰 并且在第五到第六节里面呢 彼得用旧约的这些圣经 妇人的作为榜样 来支持他的一个劝勉 所以你知道吗 当保罗这么 彼得这么讲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 希腊和罗马那个时代里面 他是非常讲究物欲的一个时代 你知道当时的这种事物啊 多得不得了 这个发型啊 编发发型也是变化无穷的 我们以为现在 你有烫发或者有染发 我们现在说有染发技术 当时你知道吗 当时代就有染发有烫发了 甚至当时呢 在那个罗马的那个地下 基督徒那个聚会 地下室里面发掘出来 甚至当时有什么 有假发 所以他们本来是黄颜色的头发 你知道流行是什么 狼成黑颜色的 跟现在的不一样 所以一些文献会告诉我们 他们不仅仅有假发 而且有金色的一些假发 而且他们的发甲呢 有很多种象牙的 或者黄细目的 或者那个龟的骨头的那种的 处处结实 还有那些梳子呢 有不同的宝石的 黄金制成的梳子 当时的衣服是很多样的 最流行的是这个紫色的布皮 紫色的一个颜色 珍宝呢也是多得不得了 各位亲爱的女子们 你知道吗 所以基督徒当时 正在这种奢华 腐败的圣经当中 于是呢 彼得从价值观的角度来 劝勉 你应该以内心的敬虔 作为装饰 这是上帝最为抗重的 当然这一段的经文 不是说我们从字面解释 来理解这段经文 在初期教父呢 特徒梁和居朴梁啊 他都以字面的解释去理解 所以呢 姐妹们呢就应该活得 其实这种后来 其实在中国 我们以前在农村里面 也是二元论的想法 姐妹们就不应该 以编发或者以这个 戴金事作为修事 所以你知道吗 甚至我 我们那边是 戴金戒指那个时候 都说不可以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 是不可以以金事为修事 其实各位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其实在这里面 彼得不是在说 我们什么都不 就是不需要有装饰 而是要表达一个 很重要的 优先次序的一种价值观 各位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 大家都知道 奥古斯帝的母亲 叫做莫妮卡 是教会历史里面 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母亲 是一个很著名的丈夫 一个妻子 所以她在她的见证 和她的祷告里面 让她的儿子和丈夫归主 虽然她的丈夫 是在最后临时的时候 才信耶稣的 所以奥古斯帝 在《忏悔录》里面 有一段怎么说的呢 他说她视她为主人 对自己的那个先生 丈夫 他说谦卑服侍 努力感化她归向你 她以言行宣扬你 而这就是你给她的装饰 使她对丈夫长存 敬畏温柔的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 是在表达一种价值观 是在婚姻里面的 一种价值观 相对于外在的事物 无论是你的装饰的事物 或者你的衣服 或者物质 那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内在的温柔的心 安静的灵 却是长久的 是更具感染力的 所以在神的面前 是更具宝贵的 这就是婚姻关系 是一个家庭关系 是一个讲究内在的一种关系 那第七呢 第七节的经文 也是在告诉我们 家庭关系也是一种 以福音为中心的一种关系 因为在经文里面呢 彼得他不仅仅 从价值观的角度 来尝试婚姻关系 彼得也会从一个 福音的角度 来理解两夫妻的关系 圣经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的那一位是什么 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你知道吗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在提醒丈夫们 妻子在灵兽 属灵恩典和永恒当中的地位 是与你丈夫平等的 他们是与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他们有相等的属灵权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这句话在当时的时代里面 是极具革命性的信息 当时在罗马人 或者在希腊人的一个敬拜当中 女子们是没有办法去参加敬拜的 敬拜他们的时候的 女子是在敬拜以外的 即使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圣殿里面 大家都知道圣殿最外面的是什么 外邦人的院 里面的是女院 在外里面是以色列的院 对不对 在那边是自圣所 所以姐妹们也是分开的 即使是当时散居在罗马各神的 这些犹太人的会堂 他们在会堂里面的崇拜 也不是一起的 也说男女也是分开的 中间有一个帽子会把它分开的 所以在这里面 彼得却强调一个革命性的原则是什么 妇人和你一样 在属灵上是拥有同等权利的 所以加勒太书第三章 第二十八节里面保罗强调 并不非犹太人 心里人 自主着为你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了 所以彼得在这里面是用 将夫妻的关系 提高到一个救赎论的高度上 从福音的角度来勉励做丈夫的 他是与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用救赎的平等性 告诉做丈夫的 要爱护和尊重自己的妻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话 更是如此 所以保罗书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的时候 当他教导做妻子的时候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是什么 如同顺服主 第二十五节里面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甚至为教会 怎么样 舍己 最后第三十二节里面 保罗在谈完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之后 他用了一个总结 是什么 这是极大的奥秘 当我 是指基督和教会说了 他讲完了夫妻的伦理之后 后来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这是讲什么 讲基督和教会的 所以这里的奥秘是什么 是指教会与基督合一的关系 而这里的教会也包括了犹太人 包括了外邦人 他们合而为一 与基督一起合一 这是个奥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也就是说 保罗在讲述 丈夫和妻子婚姻关系的时候 最后升华到一个福音的程度 福音程度是什么 婚姻的最终的目的 是描绘基督和他教会自己的盟约之爱 所以婚姻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其中妻子预表教会 做丈夫的预表基督 所以婚姻当中的夫妻双方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彼此看待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习爱和顺服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自己在婚姻里面付出比对方更多一点 我们会认为自己尽上最大的可能 去爱护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与基督的爱相比较的话 你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一直在 一直在歌声主的恩典和爱 对不对 我们说主啊我爱你 每个人我们唱歌的时候 想到主耶稣基督爱的伟大的时候 是如此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如何以这样的爱 去爱自己的妻子 反过来也是如此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求主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都能够心存敬畏和爱护 其实不接近明星的离婚率很高 有报告会告诉你说 BBC我看到 当然是它是去年 好像六月份七月份的一个报告 它说在疫情期间 因为大人可能离婚率急剧增加 美国也有类似的一个报告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压力之下 因为疫情的压力所带过来的 你知道两夫妻的关系 跟社会其他关系也一样 如果压力大的话 可能压力会 这个关系会更加地紧张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知道彼得当时 写给罗马无神的人 他们的生活正在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他们的压力比现在的压力更加地大 你知道彼得是在 在这样的慌景之下 告诉他们 两夫妻应该如何彼此相爱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你如何形容夫妻关系 比翼双飞 或者其他的 我最后一张奖章我找不到了 我列出了好几个古代里面 在一些两夫妻的关系的一种形容词 呼唱呼水之类的 你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学习到另外一个词 我觉得非常的好 什么是你的妻子 谁是你的妻子 因为你在永恒里面 你知道这个一同成立成不是今世 是永远的 我们基督徒里面所说的生命之恩 不是今世 是永远的 所以神圣的丈夫 神圣的妻子 就是那一位一同与你承受生命之恩的 我们怎么去不好好 去珍惜 去爱护 去体贴呢 求神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至于彼得的教导 下面有几个反省 我们回家反省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他说我们是伴侣还是对手 我们是否帮助对方 变得更加的属灵 因为对方是对方带来造就 我们是看短障的外表 还是看永恒的内在 是虚假之物 还是真实之美 我们是否努力尝试 去了解对方 我们是敏感与光心 对方的感受和想法 还是默然逝之 我们是否 过见证过神 对我们祷告的回应 我们的婚姻是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丰富 还是令彼此失去了 上帝所赐的丰富和福分 求神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让我们带着一个反省 去看这段经文 所带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扎美你 主要 谢谢你的恩典 带领我们来到您的面前 主要 这一段的经文 所带给我们的是 当时初期教会 正在经历极大的信仰上 生活上的逼迫的时候 彼得不忘记 劝导他们 让他们光注自己的妻子 让他们尊重 顺服自己的丈夫 让他们能够拥有 彼此美好的生活 也肯切地求你 能够特别地祝福我们 即使在压力之下 主要 也不让我们 不让我们把我们的夫妻关系 放在一个优先次序的 一个地位上 主要 在压力当中 我们很容易失去 优先次序的排序 在压力里面 我们很容易混乱 在压力里面 我们可能只会更抗准 当前紧急的一些事情 去忽略了那些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彼得前书 即使在苦难里面 在劝勉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 保持信心 保持社会关系 更是要保持 在婚姻里面的盼望 求你能够祝福我们 在不容易的 疫情的时代里面 让我们不仅能够 光注上帝的国 和你的意义 也让我们光注自己的家庭 光注自己身边的那一位 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一位 谢谢你 扎美你 将一切的荣耀送账归给你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